四强多少的同学们紧盯手中的纵叶 一步一步跟着志工阿姨的动作学习如何包粽子 在农历5月5号端午节 就家户户会依照传统习俗来包粽子 因此桃园龟山四强国校选在国立的5月5号 邀请五六年级的小朋友 在学校志工对阿姨们的陪伴指导下 学习如何包粽子 第一次亲手包粽让同学们直呼兴起好玩 除了感谢志工老师的教导 也体会到过往阿嬷包粽子不容易 以前是看阿嬷包看起来非常的简单 可是自己现在包的话 非常的难 所以阿嬷之前真的好辛苦 所以我想说应该可能之后会帮忙 阿嬷一起包个粽子什么的 第一次学到包粽子感觉很好玩 然后那阿姨很贴心 然后会教我 教我们很多的 包粽子的方法 然后阿姨也不会不耐烦 就是这阿姨人很好 我很感谢她 非常开心 然后也很新奇 因为第一次在学校包粽子 然后那个阿姨人也很好 最后结尾的地方 跟开头那个要折进去的地方 然后那个阿姨也会一直帮我折 然后都不会说不耐烦 我觉得我今天表现很好 我觉得我包的很好看 这也是第一次包粽子 然后希望学校之后 也可以让其他学弟妹 也有这些活动 从掌握粽叶形状到填充油饭 再到包出造型并绑上绳子 各组志工们都细心教导小朋友们一一完成 志工对队员们表示 能与小朋友互动很开心 也互相学习来传承手艺 队长也参赞活动 沾进清一世代交流 传承文化习俗十分有意义 好像我的孙子一样 孙女一岁的孙子这样子 都很认真 利用这个机会 我们学了更多 也同时要谢谢志强国小的 那个集办这一个包粽子的那个节目 所以让我们互相学习 我学的也比小朋友更多 我觉得小朋友都很热情 他也很用心在学 也会一直发问 不好的地方会跟我说 这要怎么去处理好 这样让小朋友知道说 这个粽子的来源 为什么会在这一天吃粽子 觉得学校办这个真的很好 对小朋友有益 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学校也停办了好久了 这样那今天再来举办 那我们的志工也都很踊跃 来这边教学 让他们也能够体会到说 我们平常他们吃粽子的时候 是怎么这个人家是怎么来包的 这样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我也希望说这个活动 我们学校能够一直流传下去这样 主办活动的自强国小总务主任表示 校方特地找来专业老师 先向同学们介绍24节气的由来 接着再让同学们学亲手包粽子 希望让孩子们认识端午节 在节气上的含义 以及传统节气文化故事 负责讲解包粽子的讲师 也大方公开诀窍 希望大家都能包出 有人游家好看又好吃的北部粽 在我们学校举办 粽字成城大手牵小手 手把手一起来包粽子的活动 我们的志工来教我们的孩子们 知道怎么从粽叶来包一个粽子 还有怎么去来绑粽子 来传承这一个传统的记忆 让我们的包粽子的文化能够 一带一带的能够传下去这样 来我们用的是贵族笋叶一大片 我们先叶子大概是45公分宽 然后我们大概就是三分之一 折成一个漏斗状 然后呢拇指跟中指 好食指顶在后面拇指在两侧 来放入油饭 放入油饭之后呢 我们把盖子盖起来 然后拇指跟中指 甚至压一个三角形 好把形做好了 折回来 我们呢 先打 先成第一圈 穿一个丹尔蝴蝶结 拉紧 好 OK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一个种子了 希望 待会小朋友各个都可以把他上当有灵有脚的种子 随着时代变迁 部分传统节庆氛围与习俗逐渐消失 这项国小希望透过趣味手作的课程 让学生能真正认识端午节的节庆意义 并透过轻盈交流 传生古早种子好手艺 记得刘雨婷才会报道 好